打ительно磁鐺 笙 rude 詞臨音 先跟各位講一個 不知道算不算跟這 這一邊有關的課 那也不算課啦 因為 以這個禮拜而言的話 我常常會跟人家提到這件事情 那是什麼事情呢 這禮拜對我來講 意義可能是 賈博士州 那 大家都不認識這個人 賈博士州 賈博士州 那 他上禮拜指調 應該有新聞有整版的 甚至那個全開的整版 的紀念專案 那 有沒有人 完全沒有聽過他的 應該 不多啦至少你可能 曾經知道說他是 蘋果電腦裡面的 的人 那但是他是誰 如果你 對整個 個人電腦的歷史 從 1976年就開始 注意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個人 很奇特 如果整個電腦的歷史 如果你把這個刪掉 然後呢 你要講電腦的故事 你會發現你講到一半講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 他是那個裡面的主角 而且 就好像 如果你把三國演藝 然後呢 裡面把口名拿掉 那你就會發現 三國演藝就好像沒什麼好演 有點這種感覺 那 如果你把電腦的歷史 裡面把講 我是拿掉的 那 電腦的歷史大概就很難演下去 那 他是誰 1976年 有一家公司叫做 Apple 然後呢 開設了 但是沒有什麼人知道他 1977年 出了一個產品 叫做 蘋果而好 Apple II 那時候呢 開始 拉開整個 個人電腦產業的訊號 但在這個 個人電腦產業之前 只有電腦 那 有電腦那個 電腦長什麼樣子 個人電腦產業 拉開順目之前的電腦呢 還是一台電腦 但是他的體積大概是 這間教室這麼大 然後一台多少錢呢 在 1970年左右 那時候的一台電腦 起碼都是 1000萬 但是 196幾年 五幾年 那時候 一台電腦會是幾億 那 在於 1950年之後 其實全世界的電腦 是個位 基本上 用手指都可以數得出來 而且 而且基本上 很少不要再用 那 蘋果可能也只有一兩 當時是為了要調查那個 調查那個 人口複查而用 那 在更早的 第二次世界戰 戰的時候 其實就有電腦 那時候的電腦呢 是用來解密 那 二次大戰 二次大戰 其實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個 就是 英美聯軍之所以會贏 那 其中一個很大的關鍵因素 就是 英國破解了德國的密碼機 那破解了德國的密碼機之後 他們甚至做那個 反情報 讓這個 盡量不要讓對方知道 他們已經破解了 然後 然後 整場戰爭在那個 密碼上面 其實 其實 就已經 已經打得非常關鍵的一戰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從 賈博士開始的這一段 1976年 個人電腦 Apple Apple這家公司 成立發表 Apple One 沒有賣出幾台 1977年 Apple II出來之後呢 大賣 那 從此開啟個人電腦的時代 那到了197 1977年 Apple II出來之後 蘋果就突然變成一個很大的公司 但是還沒有像IBM那麼大 那他們的唱品發表會 我最近都去收集 那個YouTube上面的那個影片 那個唱品發表會 就辦的就跟那個 萬人演唱會 是差不多的那種情況 然後 你可以看到 從那時候開始 賈博士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但他到了1979年又是一個關鍵 1979年呢 賈博士 但是 碰到了 一個公司 那個公司的人跟他講 說 你可不可以 把你們 蘋果的百分之五 要賣給我 那個公司叫什麼名字呢 那個公司叫全路 那全路有人早上的 然後賈博士跟他說 我們想要你們 買你們的股票 然後賈博士就 就 回答他說 齁 你們全路有一個 聽說有個實驗室 應該叫一個中心 那個中心 叫POP 如果你想買這百分之五的股票 你得先讓我 去你們中心做一下研究 然後 然後 全路為了要他的那百分之五的股票 用買的喔 不是用手 用買 所以 決定 開了董事會 決定讓他 參觀 全路這一個 POP實驗室 POP研究中心 那POP研究中心 1979年 談好之後 小博士就帶來一批人 進POP 那 進POP看什麼東西 進POP看 他們最近發展出來的電影 這奇怪 明明個人電腦是 蘋果電腦發明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去 全路公司 一家做影音機的公司 去看 那個個人電腦 那個還不叫個人電腦 因為那個電腦比較貴 沒辦法 個人 因為買不起 而且 基本上都還沒有上市 那去全路看的 這個條件呢 讓 原本從個人電腦 開上個人電腦 這個 市場的 假博士呢 一頭又栽進另外一個領域 也就是 視窗 那在 為什麼全路會有這樣的技術 為什麼全路會有個人電腦 不是個人電腦 就是視窗電腦的技術 1979年 那是非常早的指代 那實際上 小博士還要更早 早 將近10年 他們就開始做 做視窗電腦 開始 投資開始下去 然後到了1975年 76年 他們的視窗電腦 就已經 有一個原型機 之類的那些東西出來 那為什麼 全路會這麼早 做視窗電腦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故事 原因是 全路的 1970年代初期的那個CEO 非常非常有遠見 多有遠見呢 那1970年代初期 我是1969年出生 你可以想想看 我出生一年之後 那時候根本就還沒有人知道 電腦長的什麼樣子 在台灣 那 那個全路的CEO 就已經看到說 我們一定要投資在一個 一個非常先進的電腦上面 而且他認為那種電腦呢 會改變整個產業的提供 那全路為什麼要投資 因為他很害怕 害怕一件事情發生 那件事情就是 萬一個人電腦變得很重要 在辦公室自動化 書版等等 東西 他變得很重要 他看到電腦 具有一個能力 那個能力就是 他得取代一個表記 但是在40年前 這件事情其實 你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其實是 完全不太 不太能想像 那全路怕他取代印表記 取代影印記 全路是做影印的 怕他取代影印記 所以他在那時候 就當然 決定 弄個研究中心 專門來弄這個東西 那他弄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他們就著重在那個 揮圖啊 印刷啊 之類的這種東西上面 那所以圖形的顯示 對他們來講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於是他們 就聘了一堆 一堆 各式各樣領域的人 那這些領域的人呢 也因為那時候的環境 根本就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那些想做這種東西 就自然就匯集到全部的那個 和重新裡面 然後 他們在1970年代 幾年的時間發展出 第一個 視窗作業系統 不是後來的微軟Windows 是視窗型的作業系統 第二個 滑鼠 那後來發展出 視窗和滑鼠的 這兩個人都得了 圖領獎 那第三個 他們發展的 是一種 城市設計技術 叫做物件導向 所以視窗 滑鼠 物件導向 通通都是全路那邊 發展出來 另外各位如果 做網路的同學 你們應該也要知道 Ethernet 這個東西 也是從全路的PAC 中心發展出來 Ethernet 太網路 那 再來呢 全路那時候 由於 他有在發展 繪圖技術 所以 後來 很多繪圖技術的人才 也是從全路那個PAC 中心出來的 譬如說 像 皮克斯的老闆 也是從那邊出來的 那 那 賈國師進去 1979年進全路的時候呢 他想看的就是這個東西 但是 他並不太清楚說 到底這個東西 長得什麼樣 他進去看的時候 他們 全路本來 本來董事會 答應 給他看 但是私底下呢 跟PAC中心的人說 你給他看點表面的東西就好 千萬不要透露太多 深入的技術 的東西 那 但是呢 全路裡面的人呢 他們其實 剛好相反 就是PAC中心的人 剛好相反 為什麼 因為他們做出個很棒的東西 但是苦 沒有機會 可以把這個東西 做成產品 然後直接 發表出去 賣出去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機會 因為每次全路 推食品 都失敗 他們就是很貴 他們就是 市場很爛 賣不了幾台 或幹嘛之類的 所以 當他們 這個東西一直鎖在 發給你救中心的時候 他們就很不足 覺得 明明這麼好的東西 怎麼可以讓他鎖在這裡面 所以 他們決定 在賈伯斯來的時候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全部告訴他 然後 於是 於是 當賈伯斯進去的時候 哇 他們就 一直暫時東西給他看 暫時什麼呢 他們暫時的第一個 賈伯斯就已經 就已經快抓狂了 為什麼呢 他暫時的第一個東西 就是視窗加碼數 那賈伯斯就完全迷住 覺得 視窗加碼數 這個東西怎麼可能想像 因為在那個 時代你如果用過鬥士 你就知道 那個視窗加碼數 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然後 展示完 他就整個人都 腦袋就全部都是視窗跟花鼠 再也容不下任何東西 結果 他錯過了後面的好東西 為什麼 他一個腦袋全部塞滿之後 就沒有辦法滑到別的東西 所以他就錯過了 離開網路 也錯過了那些匯組技術 滿腦袋都是 視窗那麼好險 那當 假如是回去的時候 那1979年回去的時候 他就開始在蘋果公司裡面 弄了一個 一個 完全 獨立的小 小組 應該不是 一個非常大的組 那個組 有一整棟大的 那 他要什麼資源呢 就從蘋果裡面撈 然後到處拿人家的資源來用 為什麼 因為他要發展一個 跟全路 比全路還要先進的時裝性 那 於是他就開始做 從1979年看完之後 就開始做 做到1982年 他們出了一版 那一版叫做麗莎 麗莎 麗莎店 超級失敗 沒有賣出幾年 到了1983年的時候 他們出了 麥金塔 麥金塔 現在各位還可以看到麥金塔 對 因為那是一系列下 但是 1983年出的麥金塔 其實 在那幾年度都賣光 然後到了 1985年的時候 1984年的時候 他覺得他想專心在技術上 他想專心在那種創新場地上 所以他沒有時間去經營公司 沒有時間經營公司 所以 他早就把CEO的位置丟給別人做 但是 他沒有時間經營公司 最後他還是覺得 欸 這樣 那個 營運沒有起色 他要另外少了一個人過來 借他的位置 做CEO 那那個人呢 叫做 John Spauley 就是約翰斯 Spauley 他是 一個百事可樂的總裁 他在CEO 那 因為那時候百事可樂挑戰可樂 可樂挑戰得很成功 那幾年喔 百事可樂幾乎快醉上可樂的 那 所以 他就 跟他 講說 你 來 幫我們 來 我們蘋果店長做CEO 我把位置在你 好 然後 他 他 他那個 Story一開始就說 我為什麼要去 那 他就跟他講了一句話 講什麼話呢 說 你想要得到一個 想要 你想要一輩子賣糖水 還是想要得到一個改變世界的機會 他聽完這句話之後 第二天他就去了 那 於是呢 他就不賣糖水 去 去 蘋果店 對 1984年 併了他 1985年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把賈博士開除 為什麼開除他呢 因為 因為 他做的 賣金卡 那個 那個LISA那些電腦 視窗 是很棒 但是如果你是 都賣不出去 第一個 價錢很貴 那第二個 那時候 大家其實還不太能接受這種反應 其實那個年代我也還是用DC 用DOS 那突然跑出一個事實上覺得 感覺好像很炫 但是 就覺得很壞 那又看到他的價錢 可能會去買 那所以 1985年他就被拆除了 被拆除之後他想說 我打包回家 但是 他想一想 我最喜歡的還是做電腦 所以 我不能回家 我不能打包 所以呢 他就 決定留在信心 繼續做 做什麼 因為他開蘋果電腦 他一開始創辦了自一啊 他手上的現金其實很多 他把那些股票賣了 都會現金 那所以呢 他後來就 就 用那些錢 創辦了 一家公司 叫Nest Nest 就是下一步 那創辦了Nest之後呢 他還有錢 結果 喬治盧塔斯一夜 就是拍星際大戰的那個導演 喬治盧塔斯一夜 那公司裡面的 揮圖部門 有人跑來找他說 我們快被解散了 但是我們的技術很好 我們揮圖上面的技術就V52 我如果可以投資我們 那他那時候留現金 他想 好啊 投資你們 就給他們 就投資了他們 一筆錢 一筆錢 那從事呢 那個盧卡茲一夜的會頭部門 出來之後就變皮特斯 那變皮特斯 接下來 喬治盧塔斯在一直發展 他的Nest 下禮代的 的 會頭 四創店 那 但是呢 雖然他很有錢 但是 那個燒錢燒很快 各位如果 做這種行業 把前面的燒錢燒很快 一下子他的錢 又燒光 他又是那個 花錢不收完 錢就燒光 到了1990年的時候 沒有錢 那時候 他就到處找錢 結果 找到了那個 德州部商 裴若 那如果 曾經觀察過美國 中央大選的人 就知道裴若是時候 那每次呢 小布希 要布希他們選舉的時候 都有一個人出來說 他也要選總統 那 那個 就是裴若 那裴若就投資他 所以呢 Nest就繼續活下來 那裴若到1993年 其實 Nest還是沒有賣出很好 他們的 他們做的東西非常好 但是還是價錢 他們想問他 一台電腦賣9999塊 年金 那大約就是30幾塊 那又賣不太出去 那所以 所以 到了1993年之後 他其實Nest又 又慢慢的 很難打開市場 但是那時候呢 蘋果沒有了他 也不行 因為蘋果沒有了他之後呢 所有推出的東西 通通都沒什麼人忙 然後 只要是創新的東西 都不怎麼樣 所以 後來 到了1996年 或者7年之後 蘋果做了一個決定 直接跟賈國師談說 你的Nest 我們想把你買下來 那 後來 賈國師同意 所以 Nest 就被 被 Apple再度還回來 然後呢 不只買回來 他們再度請 賈國師當 蘋果的CEO 那時候 賈國師覺得 我 其實 之前做的不真好 所以 我不想 馬上就畫個CEO的名字 那我當代理 他就叫做 Perminian City CEO 就是 臨時性的CEO 那 臨時性的CEO 到了1997年開始 他一連串的 開始推動 他內部的一些計畫 到底在做什麼 其實那時候 很少人想 但是到了2000年 在一場 非常小型的 發表會裡面 展示了一個東西 那個小型的 發表會 跟他1983年 做的那個 幾乎是演唱會的那種 規模完全不一樣 那個小型的發表會裡面 他發表了一個東西 叫做iPod iPod iPod iPod一出來之後呢 他把一整顆硬碟 塞到 那個P3播放器裡面 從此呢 在美國就是人手一機iPod 然後 有了iPod的時候 可以 裡面可以塞幾千手 一個都不會吧 對 開始就 就 就 賣很多這個iPod 然後接下來 他不只看這樣 看得更遠 看到 當我有了iPod之後 總有一天 大家會不希望說 還要透過電腦去下載 所以 他不只用來把iPhone 後來用一個iTeam iTeam其實是那個軟體 下載音樂軟體 接下來呢 再弄一個 一個iTeam Store 就是那個 音樂上場 而且 他跟那些唱片 全部都談好 全美國的音樂 在我的上場都可以賣 所以 這造成的一個形式就是 整個 美國唱片產業的數位化 就靠他一個人 這樣子把他數位化 那時候所有人 都沒有辦法做到 裡面的政治腳印很多很多問題 他居然做到 做到之後呢 他整個 音樂的市場 同時 那接下來 還沒停 他還想再進一步做 所以在2007年的時候 他要推出iPhone iPhone就是 手機對不對 那 但是呢 iPhone出來之後呢 很多公司就不行了 哪些公司不行 Nokia就不行了 Nokia市場被iPhone打得很慘 因為高階的手機 大家都想買iPhone 那Nokia出高階的手機 買的人很慘 那Nokia低階的手機 又 銷價競爭得很慘 因為有這麼多台廠 這麼多大陸廠在 做手機 對 競爭得很慘 所以Nokia 因為iPhone出來 兩邊夾到Nokia 2R 那最近 Nokia還在 一直想辦法 但是 Nokia的 股價已經被列為B- B- B-再下去就是C C其實就是嚇死 那 列為B-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在一時間前 你完全想像不到Nokia 這麼大的公司 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這樣的事情 掛掉了 那 iPhone在 接下來呢 還沒解決 2011年 他推出iPad 那這個應該有 有些人 搞不好 就有嘛 那iPad結束之後呢 那時候他健康早就出問題 他健康在2004年 2003年 就早就出問題 為什麼 因為胰臟 可是呢 比較 幸運的一點是 他的胰臟 照理講胰臟 還通常就快就死了 他沒有 因為他的胰臟 還是一個完美形態的胰臟 完全 沒有破綻 完全沒有 任何的 那種 出來的跡象 所以當一個醫生驗了之後 我發現說 哇 這個胰臟還從來沒見過 居然 這麼完好 可以切 切掉 所以 他後來那個 移植了新的胰臟 繼續活了大概六七年 在這六七年之內 看那個iPod iTune iTune Store iPhone iPad 最後iCloud 通通都是這幾年弄出的 所以這六七年 他的那個價值就不大了 那這跟我們今天的課什麼關係 那這跟我們今天的課什麼關係 我要跟各位稍微 稍微扯上一點關係 那我不是要硬承 那為什麼要扯上一點關係呢 我們現在在做的東西喔 研究所在做的研究 到底是在做什麼 所謂的研究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把它簡單化 研究裡面會有某種理論 你做研究的時候 你必須要做某種實驗 那各位一定會覺得 為什麼我們不能只做理論沒有實驗 有啦 有一些 有一些研究他真的沒有實驗 比如說數學的研究 往往都沒有實驗 對不對 但是 物理學的研究 通常就有實驗 那這差別在哪裏 數學的歷史很久 好幾千年 但是物理學真正的 有真正的物理學開始 其實沒有研究 從工業革命時期才開始 從牛頓那時候才開始 真正有所謂的物理學 那所以 數學的東西 像數學這種東西 它比較偏向純理論 但是從工業革命之後 你會發現它可以跟 食物的東西 結合得很好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那 但是呢 物理學不是 物理學這種東西像這樣 或者生物學 或者化學 通通都一樣 物理學生物學化學 你不能夠分開來看 如果你把物理學生物學化學的理論看實驗寫著兩半說 那我只做實驗 那是不對的 那我只有理論 那也是不對的 數學可以這樣嗎 物理學不行 化學不行 生物學不行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生物物理化學都有真正的實際的外在實體存在 對不對 不過 如果 牛頓第一第二運動定律 尤其是像第二運動定律 你要做實驗的 你不能說 我規定F等了M 所以F就應該等了M 不能這樣子 所以你要做實驗 才能夠驗證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真的還是假 那 過去是不是這樣 在過去工業革命之前其實不是這樣 工業革命之前是怎麼樣 工業革命之前 其實是那個 傳說古老的那種時代 那時候沒有什麼科學而已 我唯一有的是什麼呢 信仰 這些東西 那工業革命之前我們是 看世界的方式 跟工業革命之後看世界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你想知道工業革命之前看世界的方式 可以去問一下阿嬤 如果你問一下你的阿嬤 你對 為什麼月亮會在天上 或者是為什麼你要拜一拜 為什麼我們要 要 要 祈求平阿 為什麼我們要拜 拜有一些神像 他跟你講的 跟工業革命之後 我們現在 在 學校念過 大學念過 這些 這些東西的人 想法 差一次很大 那 在工業革命之前呢 我們可以 怎麼講 譬如說 有些人他想要 想 怎麼講 譬如說 你拜拜的時候 你會看到你那個 打滴阿 你知道 或者是有一些 算命先生啊 跟你講 你相信 但是工業革命之後 很多人開始質疑 為什麼算命 先生跟我講的 我要相信 為什麼 我刮規的時候 他顯示出來的東西 我要相信 那些東西 沒有相信的道理 但是 真的沒有啊 超級在哪裡 那為什麼 我要相信 等於NA 要相信 等於NA 要相信 要相信那個 DNA是由 ADGC 這四個 四個 核算所組成 我為什麼要相信 你看不到DNA 你也看不到那些東西啊 你為什麼要相信 但是 有一點不一樣 這些東西 可以實驗的 那 終於給你之前的那些東西 就是上帝存在 你有辦法實驗 我們的天上有一個叫 玉環大帝的東西 你有辦法實驗嗎 沒有辦法實驗 再來 金子王那時候的 戀丹 出來的丹 到底是吃了 真的會長一百歲嗎 你有辦法實驗嗎 最後死了就會知道 有辦法 否則的話 通常 在那個年代 是不做這把東西 但是 到了科學 的是 進攻的革命之後 我們開始做這種東西 做這種東西 你去做真正的實驗之後 你去觀察 然後看到說 原來他的加速度 其實是不斷的 上加上去 的巧合 的線性關係 那你把這個線性關係 把它形式化的時候 就變得不可能 那於是呢 就會有一個說 OK 一開始做實驗 東西往下掉 蘋果往下掉 那到底怎麼掉呢 OK 那你就去觀察 然後去測量 然後最後你會發現說 那我用一個公司來 代表他怎麼可以 OK 那這個可以代表加速度 所以速度 就是一直加上去 整個個結果 那距離呢 就是 就是 積分的結果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 微積分支柳頓發明 我問你啊 他為了要算整 他不弄微積分支柳頓 所以 當他有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他就要進一步再去做實驗 再去做實驗 然後驗證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對 到底不符合 情況 我們實驗的情況 但是當他實驗的時候 他一定不會弄一個羽毛去丟下來 為什麼 因為會阻力爛打 所以當他實驗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找的比撒險 然後呢 弄個牽球 把他丟下去 看看 時間測的進行 會走 然後看看那個關係 是不是線性 OK 那那個重力係數是多少 調速度係數是多少 所以呢 就5G出門 5G的5.8 這樣 那調整是什麼 我也 我真的也忘了 我忘了 我忘了 不要忘了 那所以 當你看到 從那個時代開始 我們就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 我們今天談到的 Steve Jobs 他們在做的是什麼事情 他們做的不是這裡 他們也做這裡 但是他們理論的部分 其實很少 對不對 他不會說我設計一個四窗系統 我還是發展一個理論 很少 那他們在做的是什麼 這一個 好 這一塊是什麼呢 這一塊 這邊是方便 整個方便體系 跟這個理論和實驗體系 是會互相增進的 你有了一個好理論 可以指導你的實驗 有了一些好實驗 可以確認你的理論 所以在這裡會有一個很好的情況 不斷的指導你說 我應該從哪裡做實驗 然後從哪裡發展理論 這是一題的兩面 那但是光是有這個的話呢 你的東西只能夠鎖在實驗室裡面出不去 你要讓他出去怎麼辦 你要讓他出去 你必須要跟整個工業前進 但是 理論和實驗這個東西 我們稱它為什麼 這東西我們就稱它為為學 所以科學跟工業 本身又有個循環 會互相處境 舉個例子而言 各位知道理論者為什麼得了 會不會有講 如果我沒記錯 我搞不好有時候常常記錯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記得理論者的貢獻師 發明指骨儀 發明指骨儀 為什麼指骨儀那麼重要 因為指骨儀 可以去偵測你看不到的 例子的那些行為 所以他對科學的進展而言 就相當於一台 天我望遠鏡之類的那種東西 超精密的 然後可以測試 我們人類所原本無法測試的 那些實驗前 所以當指骨儀發展出來之後呢 科學可以往前 繼續推進 很遠 所以理論者可以很不標準 所以 你會看到 理論跟實驗 當理論者他們在實驗室做出 指骨儀之後 這個指骨儀必須要進入工業體系 然後由公司來製造出指骨儀 再賣回去給 實驗室去做實驗 這個循環必須要你們建立起來 否則 我們就會停留在理論和科學的程式 那科學很強的國家 不見得 他的 產業會很強 往往是這樣 所以 很多國家呢 所在這裡 甚至只所在理論 舉個例子 大概在二十年前的印度 他們就只能夠所在理論 因為他們什麼錢都沒有 根本就沒有錢可以去發財公益 事都事不好 那最近印度有起來為什麼 因為他們透過 對於國軟體代工的方式 所以 他慢慢的那個軟體產業起來之後 他的資金 資金都可以發展到業務 所以最近像那個帕達汽車 十萬塊就做出一台汽車 裡面從來沒有用的資金 是用膠水給上去 可以開 而且他們有些車甚至 停車的時候你還可以幫他移動 下一段一次 OK 那 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在研究所做的東西 其實蠻偏向這一關 非常非常偏向 理論慢思念這一關 那我之前一直跟各位講說 有些東西不是研究的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說 不要去做那個東西 而是那個東西其實很重要 但是我們往往忽略他 我們的學術體系往往忽略他 往往去欺負他 說這個東西不重要 但實際上的實驗 那東西很重要 就像 可以在家裡就實驗那些東西 就 然後呢 視窗系統 改變多少產業 那甚至其實台灣的整個電子資訊產業跟講 也是存在關係 為什麼 台灣的電子資訊產業之所以會有電子資訊產業 是因為 AO2當時釋出 就是 賣出來創造個人電腦的概念之後呢 IBM 急著要對抗蘋果 所以 他就很急 在1980年就趕快釋出了一個 叫做PC的電腦架構 那個PC的電腦架構 那個PC的電腦架構 IBM 還沒有 沒有人可以去做這些 這些部分那些部分的元件的時候呢 他就選擇說把這些全部都交給現在市場上 以有的玩家去做 所以 他就把 CPU交給Intel 好 作業系統 交給了微軟 和HOS 接下來呢 剩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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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微軟 Microsoft Intel 那剩下的部分就交給了T T是誰 其實他不是一個特定的T 在這一個 架構底下 就是台灣 台灣好不容易搶到這個市場 從此 那個 整個 電子資訊產業 可以在台灣 升跟落降 因為 台灣搶到了PC 裡面的主機板 滑鼠 電盤 這些東西 所以 從此 MIT 就有了好多的意義 這個 麻神理工學院 Medic 台灣 還有這個 Microsoft Intel 台灣 那我要說的是 這塊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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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往往我們在學附近 不做的原因 事情會怎麼 我們沒有能力做 我們沒有能力做 而不是它不重要 為什麼沒有能力做 在學附近往往 第一個 它沒有生產線 它沒有昂貴的實驗設備 那 它沒有 那種 現場所需要改良的那些 東西的 背景 的 比如說 環境啊 生產線之類的 這 很不容易 在學附近做這一塊 但是以前 在 二三十年前 我們的教育體系 是有這一塊存在 二三十年前 我們教育體系 對應這一塊的是什麼 那時候對應最壞的是 技術成員 還有不只 是工專 OK 在二三十年前 我們是用這一塊 台灣是用這一塊 在對應工業技術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在做 例如說 車床啊 模具啊 然後你發現他們可以用手 模到那個 0.01米 的那個程度 然後去參加那個世界的那個 車床比賽 通通都得到快樂器的那種 但是這一塊現在不見了 這一塊不見了 各位現在看到的 光專越來越少 那所有的技術學院 通通都是假 為什麼 所有的技術學院 其實骨子裡 都是大學 都不再是技術學院 對 這一塊是假的 所以我們這一塊不見 那我們這一塊不見的時候呢 就會斷掉 自然斷掉 那當我們的 學術一直往後 跟我們走的時候 然後 你就會發現 我們的學術一直往後門走 但是這一塊 從此切斷 我們有很好的工業技術 但是 沒有學術界的人去參與 那我們一直往後門走 大家去做輕鬆的研究 去做可以做得出成果的研究 結果呢 是放棄掉整個工業體系 研究和工業 變成兩個事件 沒有辦法走 那這是我看到的 我認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各位 你研究所 你應該怎麼做 我們沒有答案 但是 你要做這種 如果 大家認為 是學術的那種東西 很好 那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也應該做 如果你做在這裡面 你是在 比較 屬於正規的辦法裡面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做這種 你真的想做這種 我覺得 更好 我其實是非常希望 很多人做這種 但是我 我在跟你們講的時候 我一定都提醒你們 當你們做這種的時候 你應該會遭遇到很多問題 所以小心 那 做錯事的時候 做這種問題 還稍微 比較淺一點 不會 很大問題 但是做博士的時候 在做這種 因為他在 在 學術界其實是 一直被排擠 所以當你要做這種的時候 你要 有心理準備 我就是喜歡那種 就是要做他 然後做他 所以 我們不是故意 要告訴各位 不要做 而是提醒各位 你要知道能用的東西 OK 好 那我們就 先暫時出來 還有 今天有沒有什麼 就是 各位想 想 想 看不起好了 有沒有什麼各位想 想 問的 或者是 對今天 我們講的東西 有什麼 提問 總先講下吧 拼拼抄筋 這個 要是想說 你家國師做現在那個 iPhone S的話 那 台風報S的話 那個 那個 原本是 市場運行不怕 就 因為你家國師之間 接著你現在都很滿 是啊 對 這件事情 對啊 這個 真的很奇怪 就是一種 一種 心態上面的狀態 但是產品並沒有改變 蠻好玩 蠻好玩 但 我覺得 對我來講 我覺得 我比較 很喜歡看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 像全部那個故事 對我來講 非常細膩 四十年前就可以想到說 他要 做 學務處有多 做 參加 世界金門 日志工 而且還真的 差錢進去 請 中和大樓 209教室 開席 前會 晚多重複 參加 世界金門 日志工 學 請 中和大樓 1 209教室 沒有的話就 下課馬 2 敗大生 1